雖然賽馬糧的手機我已經退休了9個月 但我不是真賽馬糧 裡面的角色我每次見到他們都會令我身心放鬆 但遊戲中的遊戲玩法令我玩得挺痛苦 所以我就在上一年選擇了退休 而在8月底賽馬糧就出了一隻主機遊戲 Steam也可以買得到 所以為了再次看到那群可愛而且有認真的馬糧 我買了 賽馬糧是一群生了馬耳、馬尾、類似人類類性的種族 他們尤尾爐尾 每次開頭都一堆廢話 說得到 哦是是是 賽馬糧Pretty Darby 熱血酸鬧大感謝祭 我是不太推薦大家買來玩的 特別是那些沒有朋友一起玩的邊緣人 因為我在玩這遊戲的時候是完全排不到其他玩家的 我是19號那天下午玩的 可能我比較遲玩所以就沒有什麼玩家一起玩 8月30號發售 加上Steam平台可能對於Party遊戲這種類型就不太吃香 Switch或者PS上可能會多些人吧 因此母朋友千萬不要觸碰這遊戲 你說要去那個特典收藏都記得買實體版 因為Steam版是沒有的 至於特典就是讓你在手機遊戲中送你一張支援卡 速度那張 強到怎樣就 你不會以為他會送一張超級厲害的卡給你吧 GamRiff給的分數就這樣的 真的純粹紀念而已 回到正題 這次中伏我都有點意外 但都可以說我自己該死 事前完全沒有看過任何的遊戲介紹和PV 只是知道是一個Puzzle風格的遊戲 一開始就以為是那些好像模擬經營類 單機版的賽馬糧PTW 類似開羅系列那種 結果當我開始玩第一局 我呆了 原來這款是Party Game 遊戲玩法分五種 障礙賽 藍球 大衛王 閃避球 以及一個隱藏模式 我們先講隱藏模式 只要你買了家用遊戲機這個傢俬之後 就可以暈倒 玩法就是用黃金船闖關 類似一款捲軸冒險類的遊戲 不停打倒路上的敵人升級你的裝備 但這個只可以一個人玩 所以你要拿來跟親戚朋友一起活動就不太適合了 反而另外四種玩法就支持四人同評 每個玩家要自己選五種馬糧加入隊伍 角色數量和玩法雖然不多 但每個角色都有獨特的技能組 藏著每個角色都有不同的技能 去解決遊戲模式小的缺點 每個馬糧都有自己擅長的模式 畫面上都會提示你 這隻馬糧比較擅長這個大衛王 這隻馬糧擅長賽跑 等一些不熟馬糧的都知道選誰出戰會比較好 四個模式中我最喜歡就是閃避球 因為是看你的操作和反應 要攻擊誰 以及要看準時機接著敵人的發球 剛剛都說了 每個馬糧都會有不同的技能 有些馬糧射過來的球就會慢慢飄浮 然後突然間衝過來 殺我一個措手不及 加上每個馬糧都有不同的大技 亦都令到這隻遊戲充滿歡樂 然後就是籃球模式 四個玩家在同一個場上 哪個冠籃比較多就哪個贏 途中都會出現各種的隨機陷阱增加難度 都算挺有趣的 連而我自己就不太喜歡障礙賽和大衛王的模式 障礙賽分了四個部分 玩家的目的就是收集那些馬蹄鐵 跑第一當然獲得的馬蹄鐵都會比較多 路上都有少少的馬蹄鐵 等第二名和第三名的玩家都要有機會扭轉局勢 最後的賽道更加會將目前獲得的馬蹄鐵隱藏起來 非常之充滿緊張感 雖然這個玩法就比較接近我理想中賽馬糧的遊戲 但場地就如出一切 每一局的障礙物放的位置都是一樣的 不同的只是道具 因此只要你背熟這張地圖 哪裏有陷阱哪裏有加速 那就會比別人有優勢 而如果場地都是隨機障礙物 我會更加喜歡玩這個模式 對了 如果你自己一個人和電腦玩 視覺都是偏向大局觀的 即是說如果你的角色跑得太慢 出了畫面外面 鏡頭是不會遷就你的 過了幾秒就會直接堆壞你 然後讓你重新在牆上復活 你一種不是在抄笑我沒有朋友嗎 廢話到連電腦都打不贏 喂我電腦來的 更加不要說他的教學是神級的垃圾 我第一次什麼都不懂 教學一來就告訴我 什麼叫熱血 熱血是可消耗耐久度 自動跨越在外面的技巧 那到底哪個鍵是消耗耐久度啊 幸好我是用手掣玩而已 只有幾顆鍵 用鍵盤玩的話真的不知道要按哪顆 那些鍵的提示都很迷 它會顯示手掣和鍵盤 慢慢漸入漸出 所以第一次玩就記得去設定 教你要用的設備 最後大衛王的模式 我單常不喜歡他的場地太小 所有食物全部都在一起 很難選擇到相同顏色的碟 玩家就要選擇相同顏色的碟 才可以令到他們吃得更快 但場地太小了 食物有很多 很容易選錯的 加上敵人的大忌 畫面真的會超級亂 總而言之 如果你家裡經常有客人 有親戚 有朋友來 要打擊真正感情的話 都可以買的 但邊緣人的話就千萬不要買 如果你想看劇情的話 我先告訴你 它裡面不會有像 讀畫第一季 甚至第二季第三季 那些那麼熱血的劇情 單純只是看角色有趣的互動 而且它是全音 超級正 不過說到這樣 為什麼不去手遊我裡面看呢? 它還要有非常精美的3D模組 加上是免費遊戲 Youtube也成堆 這遊戲我只推薦給有朋友 加上又是蔡馬良粉絲的玩家 不是那一般我都是不推薦原價買來玩的 特價才再考慮 啊 我漏了一個都蠻雞勒下的家園系統 玩家可以佈置自己的家園 可以為你的馬良佈置你理想中的家 然而它不會懂得用任何一個設施 只會多了一句對白 沒有原因 感覺上是官方知道自己這遊戲內容很少 所以臨時加了一個系統 總而言 作為一款Party Game 它有豐富的角色可以讓你選擇 而且每個都有獨特的技能組 每個角色都有不同的性能 所以就可以彌補到玩法不多的問題 剛剛發售遊戲前期雖然都有連線的問題 但後來官方都說弄好一個問題 現在只是只有一個問題 我連不到機器跟別人玩 唉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再見 我是Rick 拜拜 字幕視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